不要以为买ETF绝对安全 不会踩到地雷 一样有下市风险 JF请上来 国内的ETF又有人要下市了 就是00742 星光内需收益这一档 5月19号下市 还不止呢 JF告诉我都快吓死了 这个0054-00838B 也达到下市条件 到底ETF的下市条件 是什么 好 我们先来讲下市条件 分两种 我们先来看股票型的ETF的话 它要近30个营业日的平均规模 小于1亿元 它才会下市 就成交量如果太少的话 是 还有它的规模一直在说 基金的总规模 对 那所以像00742 这档星光内需收益 还有0054元大台商50 这都是因为符合了这个规定 所以达到了下市标准 那还有一种是债券型的ETF的话 它是近30个营业日的平均规模 要小于2亿元 量太少 基金总规模太小 是 那符合这个就是00838B的 这个永丰7到10年的中国债的ETF 它也准备要下市了 对 那现在的进度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这00742这档呢 已经确定是5月19号就要终止上市 终止上市就是下市 对 那另外这两档呢 0054跟00838B呢 他们已经跟金管会提出了下市的申请 等拿到这个核准函之后 它才会去准备什么时候下市 才会公告 所以要几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第一个 你拿到核准函之后 到下市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大概要花一个月到1.5个月 一个半月 来才会终止上市日 那在终止上市日之前呢 其实你都可以买卖 也就是说它下市前一天 其实你都还可以买卖 好 那下市到完全清算呢 也还要一段时间 大概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作业 如果手上不小心 我有这三个的该怎么办 好 如果是持有相关基金 我都会建议在下市之前 就先处理掉 你等到它下市要清算 第一个 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还有就是它清算 其实会有一些成本 那这段时间之后 你可能能拿到钱又越来越少了 所以先处理掉 完全认同 观众朋友 如果您真的不小心 或有这个的话 因为幸好有时间帮忙我们 不要等清算 千万不要 我也是觉得 认同在下市之前 赶快能卖 就把它卖掉了 没错 是的 你只赶快看第二页了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买ETF 追踪指数的嘛 就不用去挑股票 商脑金 看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可是买入ETF或选择ETF 操作ETF 要注意哪三大重点 好 第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下市规模 如果规模太小的话 就不要去碰它 就算它成分股很棒 我觉得还是不要碰 什么叫做规模太小呢 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标准 我自己是认为5亿以下台币的 就尽量少碰 因为我们上次 其实3月9号有讲到 二乌战争对基金市场影响 就有特别提醒大家 那个时候 因为股市行情一直在下跌 那下跌的时候 就会让这个规模越说越小 讲到这个 我要帮观众朋友 大大感谢 Jef大哥 不敢不敢 应该应该 都叫他姐夫大哥 Jef 跟您说 因为3月初 要不是您带那个点 我还不知道事情危急 所以那时候还记不记得 如果你有看我的粉丝页 当时Jef 还给我们一张的 这个量比较少的ETF 列表给大家 列表给大家 3月初就提醒过大家 没想到还真的成真了 是 所以规模太小 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二个 交易量太少的 你也不要常常去碰它 离开它 对 什么叫成交量小的 就是大概每天在100张一下的 你就不要碰它 第三个 折价或议价幅度太大 也不要去追它 如果超过2% 你就千万就是观望就好 不要碰它 对 因为你议价 所有的议价 就是刺激市场 黑板当中您看到的 刺激市场的市价 跟基金投信发行的 这个基金的净值做对比 因为净值才是母体 所以市价跟净值 如果议价超过2% 代表市价太贵了 太贵 你还追高干嘛 然后所以就不要碰了 所以帮我掌握一下 ETF适合做价差的条件说 适合长线存股的条件 适合做价差的有两类 一个就是如果这个ETF 它的成分股市 集中在特定产业的 主题式的基金 比如说什么呢 半导体 电动车 或者是生计疫苗 这一类的话 你就比较适合做价差 还有一种当然就是 正向正反向的杠杆的ETF 像00632R的 元大台湾50 反一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就必须要做短 而且短到一个礼拜就好了 好 00632R再瞄一下 最近很多人在买它 昨天林中还跟我说 有人是定期定额的 定期定额不建议 不建议 对啊 期货专家比较敢冲的 也就是5块钱买 5块买 你如果现在还没卖 也两个月了 也许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大概5块1 现在冲到5块5 你觉得大概一两个礼拜 有赚到就跑 对不对 是的 没错 OK OK 那不能定期定额吧 不要 我不建议 对啊 赚这种波段 这种波段 你就一波段一波段 是的 好 那这种是赚价差波段的 适合存股 适合存股 它一定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 它规模要大 成交量要大 它比较稳 成交量大的话 它流通性也比较高 那第二个呢 当然你要存股 就必须要有稳定 或者是比较高配息 当做是这个指数筛卷的 标准的ETF 才能够选 那我们这边举的例子 大家常常在提的 0056元大高股息 或者是00878的 国泰永续高股息 都可以是 这个存股的标的 非常谢谢Jeff 因为呢 要不是Jeff发现 这件大议题 就没办法说了 所以呢 麻烦您还是要 多保护自己了 感恩您了 谢谢 请回座 又有ETF要下市了 每次呢 讲到这种题目 我心都有点痛 一个不小心呢 就踩到地雷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讲ETF 我坦白的讲 每次要做ETF的大主题 量如果太少 我全部第一道关卡 都帮您删掉了 我完全都不说了 所以呢 ETF要下市 星光内需收益 00742 还有0054 甚至呢 00838B 这个两种 股票型的ETF呢 如果近30个营业制 规模基金规模 小于1亿的 吻合了下市的原则 像7420054都是这样 那么这卷型的 近30个营业制 平均规模的 小于2亿的 838B 像这一档 也吻合了下市的原则 已经申请的是这两档 确定下市 5月中的 是742 这一档 因此呢 多注意一下 这幅说的好 都有时间 让你缓冲的 你看哦 核准到下市哦 有1到1个半月 下市到完成清算 还要1个月的时间哦 好不容易到1到2个月 但提醒您 不要等到清算 因为清算 您只能拿到一些的残值而已 所以呢 这幅建议的好 持有 一个不小心持有这三档 相关的基金ETF 在下市之前 先卖掉吧 因此呢 如果您要挑 要选ETF 务必注重三大重点 第一个 基金规模 太小 不要碰 每天的成交量 少于100张 量都很少 不要碰 溢价太贵 不要追了 适合赚价差的 短做的哦 正反向杠杆型的 短做为之 或者特定产业 像这种特定产业的 也是赚价差 真的要陪我过退休生活的 一定要稳定 有配息的 而且填息是最好的 0056 0087 例如这一些了 总之呢 不要乱挑 ETF 您也可能猜到底雷 以上的结论 这幅正确吗 百分百正确 感谢您了 接下来 欢迎上来 那么明天 百分百的看盘 重点呢 好 那我们第一个 就是台币贬值美元 升值的这个趋势 能不能够趋缓 如果能够趋缓 那钱就有机会留在台湾 那我们股市 更有机会反弹 第二个 美国实验债殖利率 还是不宜挑战到 3%以上 那这个跟股市来讲 股债是一个悄悄板 第三个部分 就是台股的五日均线 还是必须要守稳 那才可以去顺利的 进入到反弹波段 第四个呢 我们电子全职股 包含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这些 还有金融族群 仍然是需要止跌回稳 那才有办法 带动大盘 进入一个反弹波 请问呢 如果今晚欧美股 一样的又红了 又走稳步掉 明天的美元 继续在走扁 那么外资有机会三买 台股就是五日线守稳 然后稳重透强 没错 感谢郁恒的判断 观众朋友 我刚的推论 不是凭空想象的 今晚的欧美股 买盘在座加温 到底是为什么 锁定待会的深夜新闻 大家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